乌克兰危机不容乐观 皇冠赌场收购提议尘埃落定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ilyna 北京冬奥会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截止到上周日 中国已经获得四金三银二铜 共九枚奖牌的好成绩 澳洲也同样拿到了一金二银一铜 共四枚奖牌 在冬奥会的时候 也发生了许多特别有趣的事情 比如前一段时间 一位日本记者在采访结束时 晒出了自己购入的 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的徽章 并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表达了对冰敦敦的热爱 他以一己之力带火了 这个可爱的吉祥物 导致市场上相关周边几乎全部受空 从那以后 他便被称为是冰敦敦的最佳代言人 冬奥会冰上项目种类繁多 众多冰上选手们也受到了热议 其中就包括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便挑战高难度动作 以一己之力赢过自由式滑雪项目 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为中国征得金牌的国爱玲 在冬奥会吸引着大家的目光的同时 美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变得令人胶着不安起来 白宫的官员上周五发表警告称 俄罗斯方面最早可能在下周就发动全面入境乌克兰 在2月12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局势 举行了一小时的通电 然而这一小时的通话 并未让局势产生实质性的转机 俄罗斯军队仍处于入侵乌克兰的边缘 美国也依旧警告俄罗斯 西方国家将对其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油价黄金 甚至是美国股市和期货的动荡 人们常说一件事能够成功与否 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 像之前提到的日本的记者无意中的分享 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 所以导致了冬奥会吉祥物会被热捧 美国和俄罗斯陷入僵局 这个局势在加息以及通胀的背景下 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否是风险也是机会 澳洲市场在近期也迎来了两次大型收购 西尼机场接受了236亿澳元的全现金收购邀约后 于不久前正式从澳交所退市 在这周情人节当日 黄冠赌场终于同意了美国四目巨头 Blackstone的收购邀约 相信关注GoMarkets的观众朋友们听过几次我们对Chrome收购邀约的播报 这一次收购方案终于被接受了 James Packer对Chrome几十年的掌权终于落下了帷幕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